在加油店里点咖啡的美剧场景要实现了 12月22日,中石化意见正式宣布与互联网咖啡品牌联咖啡成立合资公司 当天,一节咖啡北京首店落户北京龙羽育泉加油站 早在去年9月3日,中石化就和联咖啡牵手发布全新品牌一节咖啡 首批一节咖啡店在苏州的9家中石化加油站同步开业 采用的是加油站便利店业务,外送加到电消费零售业的模式 打造出中石化加油站场景完美契合的咖啡产品 目前,中国泄魔咖啡不仅在整个咖啡市场中占比较大 并且依旧增长迅速 据前沿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9年,泄魔咖啡约占到中国咖啡市场规模的70% 并且过去五年间,中国泄魔咖啡市场年复合增长28.56% 高于咖啡行业整体增速 同时,由于中国人的咖啡饮用习惯起步较晚 中国整体咖啡市场也在高速增长 预计到2020年,中国咖啡市场将突破3000亿人民币 到2025年,有望突破1万亿元 如果保持目前的市场规模占比 届时,泄魔咖啡的市场规模也将达到7000至8000亿元 中石化年报显示 截至2019年6月,中石化在全国拥有超过3万家咖啡店 覆盖所有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 开在中石化加油站中的中石化一节便利店 在全国拥有超过27000家门店 覆盖中国几乎所有公路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